自从人类有海啸记录以来,迄今最大的海啸是智利大地震9月5日及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大地震时,尼巴的海啸,高达25米,波涛亨扫整个太平洋,到达地球的另一面时,仍然有几米高的海啸。 但是这并非最大的海啸,可能很多朋友对电影《2012年》的巨大海啸印象深刻,其中有一段剧情讲到印度洋发生超级地震,产生了千米高的海啸,不但吞没了整个印度,还把青藏高原都淹没了。 其实这样的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,百块运动通常无法造成千米级别的海啸,不要忽视地球的引力均衡作用,地球引力不允许海平面的差别过大,智利大地震9月5日级的震级才把海啸推到了25米高。 所以就想以海啸的方式,将地球海洋的水推到千米高,需要的能量极其巨大,而且必须要一段时间内发出这样的能量。 依靠地震和火山的方式,通常都是做不到的。 要出现这么高的海啸,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地球了。 直径超过一公里的小行星如果以极快的速度撞击地球,并且落到海洋中的话,那么是很有可能在极撞击的地点造成千米高的海啸的。 但是地球上极少会发生这样的情况,目前来看只有像6500万年前造成恐龙灭绝的那样的小行星,撞击它海洋中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科学家们认为,灭绝恐龙的小行星直径达8公里左右,其降落的地点为墨西哥的尤塔塔半岛,这颗巨大的小行星降落到了地球表面时,撞出了一个直径达180公里左右的巨型云石坑。 地质学家们认为,当时它击碎了这一带的地壳,飞溅出来的岩石都变成了熔岩,并导致火山喷发烟尘弥漫。 不过,这颗小行星降落到太平洋最深处的话,是可以轻松掀起几千米高的巨浪的。 另外的一种可能就是用巨型清单在海底野豹,也是可以造成千米以上的巨浪的。 不过,这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,因为海啸超过5米就会带来灾难,超过10米就是大范围的野海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。 比如,2004年底的印度洋大海啸,造成了22.6万人的死亡。 其海啸的浪高才,不过10多米。 所以如果有千米以上的海啸巨浪的话,基本上意味着地球的生物大面就要上演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